嗨 你们感觉我今天画的真的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用手机拍视频 感觉就是个男朋友的眉毛 这次来北京主要是参加我朋友的一个生日会 我感觉一定会非常有趣 我都给大家放几个片段 因为一来也可能就两三天 然后我也就没有带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往往这个时候带的东西 一定是你最喜欢最常用 而且是最好用的 刚好这次我就给大家出一期 出差必带的爱用物吧 挺有的一讲的推荐东西都是我发的内心 觉得很好用的 这个化妆包 店长它装任何东西 你看已经被我用的非常埋态了 我一般就把它用来装化妆品 因为你看它这有一个这种袋子 你可以把它卡到行李箱那个拉手上面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我 比如说出差马 我就想要在高铁上或者想要在飞机上化妆 把它拿下来直接用 然后也会很方便 而且它特别能装 还是硬壳的 也不怕挤着压着 然后平时你放一些瓶瓶罐罐也都很放心 看到现在这样特别好 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 这种小箱子对于我们这种经常出差 这种都市里人还是非常有用的 像我这次出差主要带的护肤品呢 全部都是娇蓝的 没有任何宣传的成分 就发自内心觉得好用的 一个是玉亭兰花的一个精脆水 还有眼霜 霜脆精华 娇蓝这几个我说实话都给大家推荐过 熬夜的时候你必须要用那种很补的那种护肤品 你知道吗 第二天就想拍个视频什么之类的 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面霜呢 因为我平时出行的不太喜欢用面霜 我就喜欢拿一些比较滋润的水或精华嘛 代替一下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用面霜很麻烦 像平时在家呢 就晚上如果熬夜的话 一定会用这个 娇蓝的玉亭兰花那个面霜补救一下 但是出行的话 我一定会带它这个水超级好用 一个非常有存在感 但是又很润 但是又吸收很快又很轻薄的一个水 一般可以肩固比较轻薄的水 它就不会特别润 很神奇 而且整体给我感觉就是 这个水特别的细 好像一抹到脸上它就会渗透进去 然后就这个双脆精华 我以前也是跟大家推荐过的 蛮滋润的 所以出行我觉得 我单用一个它的话 我湿力度就够了 它在能够保湿的同时 就可以让我的脸第二天起来 好像薄了一层 就变得特别的嫩特别的滑 干皮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用完之后 第二天你起来 你就会觉得 滑质一样的改变 有时候我都让它 推抹了这个精华 我刚才用那面霜补 早上起来感觉脸好油 但是感觉脸好滑 因为它是大油皮 所以它用难免会比较油 但是它还是会感觉到 它整个脸就变嫩变滑了 说不定这个精华 对于这个剥落角质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然后就是我做完大酒之后 一定会用一个 叫蓝的玉婷兰花这个眼霜 它有一个这个小棒棒 在脸上这样的按摩 就凉凉的 整个就是消肿的效果特别好 像我们喝完酒之后 我的眼睛经常会肿 就是大家都懂的 这个眼说就是感觉 对于黑眼圈 还有眼上的小细纹 还有提拉眼部 蛮有效果的 特别是配合这个按摩棒 就是消肿一绝 然后就是我最近 挖到了一块好饱 就是贝贝这个高光 以前我只买过 它压的腮红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它压的高光 但是我自打发现 这块真的绝了 真的闪 就好像戴着磨皮的闪 用完之后你脸上就变得特别细 你给大家上手试一下 这光泽感的就非常诱人 而且它带着暖调 就能和皮肤融合的特别自然 已经是我最近 心里第一名的高光了 特别饱满粉质贼系 老绝了 破裂 我破裂也平时出门呢 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喷香水 但是这一次我居然把 中马龙的新款的 英伦限定这个香水 带过来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叫潮涌琥珀 非常非常好人 大家一定要去亲自的试一试 你会惊讶的 带点辛辣的小豆蔻的味道 它中调呢 是桃鸡娘熟尾草的味道 后调呢是海藻和琥珀的味道 就很魔幻 就非常的轻烈干净 有一种海浪的那种清澈感 像我男朋友呢 他平时也可以喷 少年感那种味道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出门必带的本命的一个东西 就是 熨烫机 完完全全离不开 所以如果有一些衣服那种材质 这可能就比较容易皱的 我穿着皱皱的衣服出门 我整个都会变得不自信 而且我买过很多很多的那种熨烫机 什么样类型的我都用过 我发现了 能挂着烫的和能这样平着烫的 两个都是需要的 一般像这种平着烫的就是 猫婆老鼠里面那种大熨的 要么就是像这样子 竖着烫 竖着烫呢 它对于这个衣服带点重量感的 就还行 但一旦是个轻飘飘的衣服 它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但小米的这个就完全可以兼顾到 它凭着运的也会运的特别的整齐 竖着挂呢 出气也非常均匀 水箱的说实话还蛮能着惑的 一次呢 我觉得运个四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像这个是我男朋友他在 玩卖上随便买的 我以前在XX上看过他这个推荐 说是能这样挂 也可以这样用 你看它装水就这么一点点 你就可想而知 它预仪加困难 装一次水 出物不是很均匀 而且出物量有点少 越是这个着急 它越是磨洋工 这种就算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小米的这个 你看 出的非常的均匀 而且我刚才没有预热 真的就是说秒出物 买这个就完事了 100块钱整 像刚才那个浪费 你用那六七十 买什么不好 没有喷水没有中断 太好了 不能不说小米就是这种 居家好物 还真是挺不少的 现在ZARA逃到了 就是一个这个衣服 我现在她已经给它放皱了 先给大家放个图吧 看它的袖子这一块 真的是那种超级漂亮的 非常轻盈的羽毛 我感觉这个羽毛这个东西 今年一定会流行起来 因为羽毛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那种衣服的元素 但是呢 平时衣服上就出现的 会比较少有个不好打理 但这个衣服就是非常好看 会让人觉得很穿妆 然后又不显年龄感 说实话不是很喜欢那种 特别特别潮流 特别时髦的那种衣服 因为那种感觉就不是很适合我 反倒会喜欢就是这种 比较正式的那种衣服 说来还蛮搞笑的 我们这一次参加对生日派对 全部身着白色 然后所以专门在ZARA挑这个衣服 还蛮喜欢的吧 顺便推荐一下 就是我这一次出门带的包 这些包可能就是真的已经出镜蛮多次了 非常耐造 大家看一下我造的这个痕迹 这个我买的这个是CF MINI这个号 现在这个号也可以说是全员断货吧 而且仅仅只过去了不到一年 整整涨了一万块钱 好开心啊 虽然我也不会卖它 然后但就感觉好像自己的身价 也加了一万块一样 像我身高大概也就一米六五左右 就背这个号呢是刚刚好的 那这个真的是很耐背的 我出门让它装个粉柄 你看装的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这种东西 包括装个气垫装个粉柄 装个充电宝什么 都是完完全全够的 就没有见过就这么着货的包 而且它看起来就很优雅 但是它又可以很休闲 我觉得说这个包是有史以来最百大的包 一点也不过分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网上很多人 就是说感觉它太过正式了 不好搭配 或者会显老气什么之类 但是我感觉这完全就有看搭配 我平时真的背这个是最多的 我穿运动装也背这个 所以我觉得大家买完还是要买经典款 就包括它不会过时 而且实用性会更高 最新我的爱用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次我朋友的生日吧 哇你看过生日好隆重呀 专门请了摄影师 好男人在 今天呢太夸张了 我今天也不得了 好女人 3 2 1 3 3 1 3 4 1 2 3 3 4 3 4 0 5 6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